好 那麼建宏 用他這麼紅的偶像明星 在賣雞腿 那賣雞腿他現在知道了 他就有一輛車 然後他差不多一天賣百幾機 但是去股其實是要學的 大概學了一個禮拜 差不多 差不多 一個禮拜這樣子 那你的雞腿來源 要去那裡切貨 你說貨嘛 是朋友去市場批發 我是跟他進 所以我中間其實還有進了好幾手 所以我拿的成本 其實是比較高的 方便知道成本 就差不多接近八十到一百 左右 一隻雞腿 第一隻雞腿 對 所以如果你知道更多 更好的貨源 更上層 其實你成本可以降低 那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因為我才剛開始做了 以後還是一個菜鳥 所以我還沒有貨源 我就是找朋友 你做了幾個月 十月開始學了 他十一月我就開始出攤了 然後一個月大概賣個四到六天 因為你平常還有其他的工作 對 還有其他的工作 平常的工作是 我現在有投資醫美診所 然後最近還開一個 皮拉提斯的教室 然後最近還會上一些節目 通告什麼的 然後假日我也兼差去賣雞腿 你根本沒有休息 對 我所以我最近嘴巴都破掉了 講話有點痛 就是睡眠有點不足 我記得也是錄完影 然後都睡覺都半夜兩點 然後早上五點 我就起床了 就去市場 因為六點要到市場 六點 早上六點 五點起床 五點半出門 六點到 還算晚了 很多那種賣菜大哥大姐 三四點就已經在現場在睡了 對啊 因為你要早一點 車子才能進去 一月晚大家攤子都擺好 車子就開不進去了 那你那個位置要不要給他錢 要 要有租金的 月嗎 算 有時候會直接給一個月 然後有時候就一次一次給 可是你給一個月 你變一個禮拜 一定沒有每天去 對對對 你沒有每天去 對 我可能那個地方 可能每個禮拜天去 然後可能就一次付四天的錢 就是這種邏輯 對對對 你這麼拚要做嗎 賺錢啊 賺錢 沒有啦 我覺得也多體驗一點人生 然後我覺得也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樣的風景 對 然後我覺得或許對我的表演 未來也是一種幫助 就是多一個養分 對 那你這樣子已經賣幾個月的雞肉 在菜市場 你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什麼 其實我覺得很多老闆們其實大家都很有愛 然後互相幫助 就我有時候因為我很菜嘛 然後旁邊的一些大哥大姐就會教我應該怎麼賣 然後應該怎麼做 所以我覺得他們人特別好 甚至還幫助我 就是有時候我可能車的停太遠 然後貨要搬很遠才可以到我的攤位 他們就會借我推車什麼的 然後看到一些姊姊們阿姨阿嬤們 他們跟我互動 其實我也感受也蠻多的 因為我覺得菜市場 那環境不是想像中的那麼的優渥 不像我們在醫美診所 我可以穿多鞋 吹冷氣 然後一年四季 根本不用害怕天氣的問題 然後你到了菜市場 你就會發現現場環境 其實是比較刻苦的 然後有時候 我記得我剛才出攤還下大雨 然後生意就會很差 然後有時候 然後車才拋錨 就是一堆問題這樣 就要去克服 然後然後很多姊姊們就會支持我 所以我也會覺得蠻感動的這樣 那姊姊們就是想要爬 有沒有問 沒有 他們會跟我殺價 然後我就會跟他們殺 有時候比如說成本一隻一百 可能六隻照理講六百 他六隻五百 OK OK就直接給他 就是我也不會跟他討價還價 就是他想要多少錢 我就會OK 就你划算的範圍 就是想說以成本價 給到這些消費者 對對對對 就會覺得說 有時候也不用說 特別怎麼樣 因為人家可能錢也差不多 就剩五百塊 就他通通都給你 我覺得也很棒 就給他 他是怎樣是你剩六隻 他說都給你包 對對對 很多會那種收攤的 甚十隻我全買了 全包了這樣 然後會給他們一個優惠一下 甚至他叫出我的名字 我就送他雞腿 真的假的 你確定你要這樣講嗎 別人都去叫他 你確定你要這樣講 他要送個骨頭 我現在要先叫 我知道你是沈劍 沈劍 之前有人問我就是有一個客人 他說你是不是那個什麼偶像團體 然後之前組過一個偶像團體 叫AK雙人 那說得出來 然後我就想說給他一點提示 請問那個偶像團體是叫AK 就是我的那個團體的名字 他說不是 然後我就說 那就不是我了 就要給他繼承別的團體 我覺得挺有趣的啦 對 對 其實還是給他優惠 在菜市場真的可以看到很多 真的我覺得菜市場是一個 就是如果你要增加養分 在那邊是有可以吸收的地方 當然我們還在睡夢中 特別是在這種六度八度的寒流的時候 你知道多少人是拚到這樣 流血流汗 這樣 所以那個菜市場 而且那個味道 其實什麼雞腿味什麼味都有 很多人都是四五點 有很多人很餓的 就去旁邊就有人在賣吃 這樣 這就是人生 所以我說劍桐 你現在就是很棒 這樣的人生就很棒 就有很多的養分 你不會這樣 一天這樣賺多少 有時候生意好 其實有時候一開始 剛開始賣的時候 其實連一千塊都賺不到 就一天 一千塊慢慢成長 然後可能一天可以賺個兩千 然後平日可能賺個三到五千 生意好 差不多一天賺個五到八千 我覺得差不多了 因為你一天就是最多就處理一百三十隻 其實我的手都已經長繭了 對 有的真的真的有長繭 我的筋膜都會發炎 然後會影響到我小指的韌帶 有時候就是會有點板肌齒 小指會有點沒有辦法伸直 其實那時候就會思考 因為你怕刀一直刀一直刀一直刀 對 因為你一直大量的動作 對 以前沒有在拿刀 我以前沒有進廚房 沒有在下廚的 君子遠刨廚 對 然後突然這樣大量的拿刀 在剁跟去骨 所以有點就算使用過度運動傷害 對 可能一開始發力的位置也不對 對 然後就會造成一些傷害 然後就會去思考說完蛋了 會不會以後彈不了琴 會不會以後嗓子壞了 唱不了歌等等 其實會顧慮很多 如果比較壞 要喊嗎 要喊 有時候人潮沒那麼多的時候 或下雨沒什麼人 就真的要喊一下 他們會 注意力會被吸引過來 你都如何喊 來示範一下 我就要 帥哥美女 來來 好吃的雞腿 看一下 吃玉米 牧草長大的雞腿 好吃好吃 他是我們的招牌 就這個聲音嗎 還有米酒沖蒜下去醃的 還會再更大聲 趕快去看 就叫我名字畫一下 來 帥哥 帥哥 美女看一下 看一下雞腿 來來來來 好吃的雞腿 看一下 這我們的招牌 蠔油米酒沖蒜下去醃的 這個去骨 我們都拿下去醃 對 好吃的 試一下 試一下 厲害了 三隻蒜你三百就好了 三隻三百啦 雞腿也你這樣畫 雞腿 對 以前異化好不好 這裡 我愛畫 來了 雞腿一支 不用錢啦 兩支 三支包作惠 來來來來 這邊還有帥哥 鳳山 你看 頭上吊兩隻 後面吊五支 後面吊五支 真的 就是我覺得台灣的這種風氣 就是感覺就是腳踩在桌子上 對 其實這樣 有接地氣 確實會吸引一些目光 對 其實我覺得就是要不一樣 對 要不一樣 這大就是很紅的啦 很有活力的啦 洪偉 畫一下 我們來各位鄉師傅 在這位大家好 今天糟糕 幾包帝 我們是來買雞腿的 什麼 然後呢 拜託 我們還有一個 買雞腿 送一下 有喔 你在說送送 洪偉 洪偉情這樣可以喔 好像江湖落魄人士 來這裡買雞腿 太燒 太燒 沒錯 有可以轉白啦 給一個人機會這樣子 我會去同情他 給他買個三四隻 我覺得你在喊 好像我小時候看到你買那個 買雞腿的嗎 化鈴都不會十塊 那個臉腿也會 好 像阿爸老冰球 江湖術士 對 志偉 要不要大家看一下你的潛能 哇 來來來 雞腿 一雞一百 兩雞兩百 三雞 不用錢 買三雞又送腸了 可以可以 有潛力 就是要放下三分 你要拋棄你以前 就是曾經你有過的一些事情 想起你以前過去在幹嘛 你眼前只能專注的想辦法 把你的雞腿賣掉 曾大哥 我也在菜市場賣過東西 大概七八年前賣五天 因為我去批了一堆 五天也可以來這邊講 因為黃色小鴨不是很風險 他去批一堆貨嘛 那因為那時候黃色小鴨跑去基隆 我想說那就批一堆貨去基隆賣 結果批一堆貨 基隆就是下好多天的雨 然後後來那個小鴨又有版權的問題 就一直炒來炒去 所以我的鴨都 我有什麼小鴨筆 錢包 全部都賣不掉 然後如果我這個沒有賣掉 我就賠十幾萬 所以後來想說去菜市場 我就叫我媽跟我一起去 我就站在那邊 然後有人來幫忙收錢 我就賣黃色小鴨 我就自己寫一個海報 黃色小鴨跳樓大拍賣 那個比批一支 五塊錢 本來要賣五十 我說成本價 一支就是五塊 我就是把這個庫存清掉 所以就很多人來買 錢包 鉛筆 然後那個電板 一堆 那時候就是跟建宏一樣 就會有人講說 你不是民嘴 你怎麼來賣這個東西 就這樣問我 狄志偉過去了 還賣盜版的 沒有 狄志偉現在連通道都沒有 對 沒辦法最近都沒看到 那些新聞 我來這裡賣 可能頭髮這樣 亂到沒去設施 都是等頭髮啦 那是歐巴的造型啦 鄭大哥 歐巴捏 對 就賣光了 就五塊錢成本 就用五塊錢 後來我後來 我沒有全賣光 還是有剩下一些 剩貨 來 我們先休息 金黃哥